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这个! 你手上已经打着最新的Reno了喔! 我要这个! 这个美!你看! 不要啦! 快了才买好不好? 快了才买是不是? 真的爆了咯! 真的爆了咯! 你看! 有力到这样子! 不要紧张! 有欧博专业的售后服务能让你不用花大钱 也能拯救你的手机 哈啰! 哈啰! 想问看咯! 这个要修几句 我离开我要去shopping的咧! 但你可以放心 我们一直以来有提供 一个小时快修 就是one hour fast service 在一个小时里面 你可以拿回你的手机 一个小时?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嗯! OK! 经过了解之后 原来一小时快修 是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呢 称之为问题浮现 基本上就是透过目测 跟试用手机去确定手机出了什么问题 像我的一看就只要是屏幕霸掉啦 第二个呢就是判断问题 这部分主要就是 确定造成手机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是坏掉的是什么的零件 第三就是正式维修啦 把坏掉的零件换掉 而第四呢就是最后检测 当维修完成之后呢 OPPO的技术小哥哥 还是会全面检查测试手机 看到底是不是能够正常使用哦 原来一个小时里面可以做这么多东西 除此之外我们还推出了OPPO Service的Apps 通过这个Apps你可以 查询手机的维修进度 手机零件价格 Service Center的地址 还有OPPO最新的资讯 经过了解之后 我觉得OPPO Service有主要四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查询零件的价格 我们可以找到自己手机的model 然后相关的零件跟价格都会列明在那边哦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诊断手机 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相关可以进行诊断的项目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想要检查的功能进行诊断 那很快速很方便就可以了解到自己手机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啦 第三就是预约服务 在里面可以找到你所在地 然后提前预约到OPPO Service Center 不然你跑下去又没有开 或者是很多人等到半死 这样子是不是方便很多嘞 第四呢就是不到蓝 OPPO会把最新的资讯都update在里面 那就不怕错过任何的优惠跟资讯哦 这我不是可以随随地知道我手机有什么问题 还有只想要换零件哦 不搭楼子我们还可以约约哦 这样子就不会打扰我的设计 plan了 还有还有就是现在OPPO这两款旗舰手机 Rainaudent X和5X是享有国际联包的服务的 在保修期内 你去到任何一个人售卖OPPO的国家 或者是Service Center里都能享有保修的服务 哦就这样我长出口我就拿了哦 啊刚好今天是我们OPPO的Service Day 我们有一连串的折扣活动哦 啊这个我知道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OPPO Service Day吧 OPPO Service Day就是介绍10月份每个月的固定一天 只要你在当天来Service手机的话 你就有免费的cleaning跟polishing服务 还有一连串的折扣优惠抽奖 冲5%到15%不等 最重要是你有可能抽到OPPO耳机哦 既然是Service Day的话 除了修手机之外 OPPO还贴心安排了技术人员为大家分享 怎样保养还有使用手机的小技巧 还会解答大家对手机的一些问题 每个月的Service Day有两个时段 分别是11点到12点还有3点到4点 那除了各种活动跟优惠之外呢 OPPO还很贴心 准备有饮料跟茶点 让你一边去一边等 所以你们讲OPPO的AfterService 是很贴心的 来 喝喝喝 可以说我一个 可以 可以 小姐你的手机修好了 你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吗 这样快 果然是一小时快修哦 那有没有问题 想问这个修费是多少 这个是免费维修的哦 有没有哦 我screen税到这样都不用给钱 有没有这样大的高保险 因为你已经有购买的那个税平保险 对哦 我有买哦 这样你都可以忘记 实际上我们这里维修手机咧 我们只收取零件的费用 是没有收取额外的维修费用的 哇 还好有OPPO那么专业的售后服务 让我损失又省钱 不然的话呢 我的荷包就要大处选了 我这次丢太低包了 下次我从20楼丢它去看看 看它讲究